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在刚刚我们聊这个脸书最近很夯啊 那么其实呢 说真的 大家在上这个微博好像也上得很热 但是呢 这个所谓的泄露隐私的问题 真的要当心 因为就算你自己不上 可是可能也会把你的这个个人隐私呢 给泄露出去 好 我们先看看啊 是不是这个网路无敌泄密祸害无穷啊 比方说在脸书的游戏 它可能会盗卖个资给广告 网路追踪业者好友账号 有价格的 还有脸书呢 它这个在台湾 那二月中旬来了个打卡的功能 那结果呢 你比方说你真的去点下去的话 它会因此因为有Google定位 你在哪里别人就知道了 它会曝露个人行踪 泄露什么意思啊 比方说我们看到有个最新的消息说 这个存在云端的Gmail用户 疑似遭到骇客入侵全球数万人信件 附件标签或聊天记录 部落格全部都遭到了清空 现在问题还没有完全的解决 有一些有被救回来 但有些呢都还没救回来 好这个翟神先跟我们讲一下 其实我们再讲的比较简单一点 像我们看到这个 从手机去上网 然后上这个Facebook 结果呢这个朋友名单一列出来之后 诶发现右上角有个小小的同步更新 不敢点诶 点下去就会出问题了 这个讲一下 应该这么说 Facebook其实从创立 如果各位有看社群网站 社群网站 社群网站 小姐你答应也不得了 糟糕啊 完了完了窃底了 社群网站 如果各位有看这部片就知道 这个Zuckerberg当初在哈佛 我就是以 透过这个女生宿舍之间的女生照片 来比到底正与否起家的 你在讲脸书创办人 对 所以其实一开始脸书的 这个整个公司的文化 就不太注重所谓的隐私 那它的功能修改不会告诉你 那它的新功能里面 有没有把你新的资料透露 也不会告诉你 最早的时候发生过最大的争议是 他曾经出过一个包叫做Beacon 一个Beacon是他新的行销模式 他就是想说 今天辉文兄买了一个圣诞礼物 那我想说把这个圣诞礼物 告诉我所有朋友 然后我的朋友可以看了推荐之后 跟着一起去买 但是问题是糟糕了 很多时候他们有考虑到 我买圣诞礼物 第一个我想要惊喜 譬如辉文兄偷偷买了一个电动 想要送给我 结果我一看了 我想说 他买这电动干嘛 一定送给我 惊喜就没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那辉文兄如果去买了什么 他不想要被人家知道的产品的话 现在全部朋友就知道了 比如说大家一看就说 这个是不是有什么 日本什么怀旧经典的这个动作片 那这个就造成非常大的争议了 但是脸书从来不管这种抗议 他最多就是默默说 这个功能不是很符合大家的需求 就把它撤下来 就跟前一阵子我们讲说 刚才这个主播提到了 我如果按这个所谓手机 智慧型手机的一个同步更新 其实有部分的可能 他现在已经做修正了 部分可能他就直接把你朋友的电话 对应你那些朋友的名单 全部都列上去 那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动作 但是你不要期待脸书会鸟你 就是你抱怨说什么 已知全被泄漏什么的 他不会理你的 所以我觉得脸书 带来一个新的强迫症候群 就是你要嘛就是全面开放 比如说他现在新的打卡功能 我就有看到我朋友啊 他每个地方就打卡 我今天到这边也打卡到那边也打卡 打卡到最后有一个很妙的地方 他说现在晚上9点我终于回到家 然后打卡在那个地址通通列出来 在家里 对 地址会秀吗 对啊 就他地址会秀出来的 所以他朋友就问他说 你地址这样不是你的500多个朋友都知道了吗 他说啊 我没想到 嗯 对 就是你可能那时候觉得很欣喜有趣 结果后来发现说 哦 好像会有问题 对 好 这个老师 那其实他照这样讲的话 那其实这个是不是真的 你说不要玩了呢 可是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说你就算不玩 可能你的朋友他在玩 标签上去 你标签上去 那是照片哦 可是有的时候是你的电话 你的资讯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这个社会啊 因为网 网路或者是脸书 已经非常非常奉行 非常奉行 所以我认为 一个网路试读的一个概念 其实有它的一个必要性 我讲几个比 比较简单的一些 保护隐私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你看 就脸书来讲的话 虽然有学恒刚刚讲的一些 限制性的一些 结构性的一些问题 或技术性的一些问题 但是呢 它的一个隐私操作 隐私设定的一个操作 我觉得一般人 可能要了解一下 比如说你看 我这个文 我PO上去的一个文 或者是我PO上去的一个照片 我是要给所有人都可以看到呢 还是我的朋友才可以看 还是我的朋友的朋友 也可以看 这个部分就是 跟隐私设定这个部分有关系 其实我认为 所有的网友都应该要去了解 你所参与的一个界面 它这个隐私设定 这样的一个部分 这可能是第一个方法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要确认 你所要传输出去的一些 个人基本的一些资料 是不是 是不是安全的 比如说你今天 要把信用卡的卡号 或者是邮局一些 相关交易的资料 或者是要把那个密码 在网路里面进行传输的时候 你好歹就要看 浏览器它那个网址旁边 有没有一个小金锁 有没有一个小金锁 有这个小金锁 就代表它一定程度会提供相当的一个安全的一个 安全的一个交易 它有一个加密的一个机制 这也就是一个隐私保护 隐私设定的一个部分 要不然的话 其实还有人是提 建议就是说 你去安装一种虚拟私人网路这个部分 所以在加密的一个部分 可能会更确保 但是我认为 有一个思考的一个点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所有的网友 你可能要想想看就是说 我是不是要把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 一些文章或者是我的照片 都PO上网路 比如说你看 以前我们都是用暱称 比如说你在PVT 或者是网路上面都用暱称 但是现今Facebook来的话 我们是用真名 我觉得媒体操作是一个两面刃 今天如果 你想在媒体上面去行处于 你这样一个个人的一个形象 你用真名 如果都朝向正面方向发展是很好 但是呢 如果哪一天你发生了一件 负面的一些事情 被人家人肉搜走出来 或者是你本来就用真名示人的话 那个就很伤脑筋嘛 对不对 或者是你要考虑一下 email 或者是我的MSN 要不要在那个脸书上面 把它给揭露出来 不一定要嘛 因为一天到晚都会让人家找到你 或者是用MSN的话 一天到晚都要点你 要跟他聊天 不烦一件事情嘛 是啊 手机 你也不会知道陈慧伦的手机嘛 那你干嘛 把自己的一个手机 也无视 就把它PO在上面呢 或 或许有些人 还把自己的政治立场 也把它PO上去 我觉得这个更没有必要 你结婚或未婚 你比如说你朋友感情 现在在交往中 然后把他照片都秀出来 那不是让所有的 他的竞争对手 比如说 一个男生想 这个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在网络上面 把他男朋友的一个照片 都PO上来的话 所有的竞争对手 那个男朋友的竞争对手 可能就会去找那个男朋友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资讯等等 甚至 我觉得连 那个什么公司相关资讯 也都不必要去写 平常的时候 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但就说如果涉及什么相关并购 像夜市人生那种并购情况的时候 你多资讯反而是暴露在阳光下面 因为有的时候是敌暗我明 这样的一种相关的一些情况 所以我才认为就是说 到底是要PO什么样的一个资讯 我觉得网友可能要做一定程度的一个考量 因为毕竟在网路里面 反点过反点击过 必留下痕迹 必留下痕迹 先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 在花莲光复乡刚刚传出了一起抢案 目前知道有三名抢匪 抢完后一名高龄87岁的阿嬷 他的金链子之后 结果抢匪开了一辆白色字小客车 车号目前知道是7585JJ 往这个北方逃逸 那么在警网围捕之后 现在是全部落网 请锁定中天新闻的快报 马上回来